说到水瓶座 其实就是一场有组织 有计谋的天神拐带凡人事件 那谁拐带谁呢 大家好 我是Jaden 我是Apple 这个水瓶座 是在1月的20日 至2月的18日 刚好就是你生日的那一天 水瓶的最后一天 那它是在摩羯座的东边 还有双宇座的西边 我们在每一年的10月中 在盘望的时候 看见南方的天空就可以看到这个星座 它的星座就像是有一个男孩 他在肩膀上扛着一个水瓶 再把水倒出来的形状 那这个少年是谁呢 其实他是一座叫做Troy的城市里面的王子 他的名字就叫做Ganymedes Ganymede 那我们都知道 在希腊神话里面 宙斯就是最大的 那这位大老板呢 他很喜欢在奥林提斯山上面做party 就是请不同的神来喝酒啊唱歌 找聚会 没错 加上像是老板啊 经理级的人物啊 总不能自己倒酒嘛 那多没面子啊 肯定要请一个人来服务他们啊 那谁来倒这个酒呢 其实就是有一位叫做亦北的女神啊 她也长得非常漂亮 她也是这个宙斯 还有黑拉女神的女儿啊 上次大包提到那个主管 没错 那个就是黑拉 而这个亦北女神呢 就是帮众神倒酒的 不过啊 之后她到了一个四分年龄啊 就是她要结婚了嘛 那宙斯啊 就把她嫁给了另一位天神 那嫁给谁呢 嫁的啊 就是这个奥林匹斯十二神里面的大力神 Hoculus 说到这个Hoculus就厉害了 她最大的战绩啊 就是打赢了九头蛇Hydra 那个故事就十分精彩 估计之后呢 可以再拍一集视频啊 不叫她打赢上次那个提风 可能那时不在嘛 那一次啊 确实啊 那说到这个亦北 嫁给了Hoculus之后呢 咒识就很烦恼 谁来代替亦北的工作呢 话说有一天啊 这个天神阿波罗 等一下 天神阿波罗呢 是太阳神 而不是你们吃的 chocolate饼 那他骑着金色的马车 经过一个城市 叫做Troy 那他往下一看 结果发现啊 一个男生长得很美丽 很俊俏 就是那种欧巴的感觉 话美呢 那他立刻就做调查 才知道那个男生呢 就是这座城市的王子 名字叫做Ganymedes 那他之后呢 就把这件事 报给他的老板 那他注视听了之后呢 就觉得不可思议啊 而他也亲自呢 到这个城市 去看这个男生 真的是发觉啊 这个男生很俊美 他也觉得呢 可能这个男生呢 可以来代替T北的工作 那有一个邪恶的鲁人计划 就开始慢慢地酝酿走 那过了几天啊 宙子就忍不住了 他变成一只大老鹰 飞来这个Tron 看见不自放羊的Ganymedes 下来讨厌他 不是 是下来抓他 他一看到单独在放羊的他 他就飞下来一手把他抓住 再飞回去奥林匹十山 你说是不是抓人 好像老鹰猎池 没错 就把他当猎物啊 一抓了就飞走啊 那飞到这个奥林匹十山呢 他就说 别怕别怕 我不是要吃掉你 我只是呢 想你帮我倒酒 这个Ganymedes肯定是不愿意啊 你想看嘛 他在下面呢 是做王子的 那上来呢 就变成了Waiters 可是啊 也没办法 都被你抓了上来了 被看上了 都被看上了 那没有办法之下呢 他就大意了 所以说呢 水瓶座的人呢 是比较向往自由的 他是不喜欢被管着的 所以你们 有水瓶座的男朋友的话呢 就不要太管住他 不然的话 他会心不甘情不厌的 另一方面啊 Tron的国王啊 肯定觉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他的儿子 放羊放到人都没了 失踪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 儿子竟然啊 被天神给绑架了 那宙斯 看到这个Ganymedes 一天一天瘦下去呢 他也问他 你怎么样啊 有没有想回去啊 那这个Ganymedes 他就说没事啊 因为他怕 宙斯啊 不爽的话 就会把他的国家给灭掉啊 工作都应该会有价值 对 所以本校就是要说假期 怎么样补偿他 他报梦给他的爸爸 他就说 你的儿子在我那边呢 做工蛮不错的 就是做到酒嘛 那我现在呢 就送几匹神马给你 作为补偿 酬劳 坏一句话说 就是用神马换他的儿子 那这个国王也不能说不愿意啊 没有办法 他都啊 高高在上的天神啊 那这个Ganymedes 还是说没事 只是他其实不愿意的 所以想说水瓶座的人呢 他的外表是很坚强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嘛 水瓶的瓶子呢 是很坚固的 可是里面的水呢 却是千变万化的 他是外面坚强 可是内心却是很脆弱的 没错啊 他又想念爸爸 可是又不敢得罪宙斯啊 所以贝比在那边做工啊 不过也有另一个坏处就是 水瓶座的人呢 比较没有恒心的 里面是水嘛 猪魔不定嘛 那之后呢 宙斯啊 他就赐给Ganymedes 永生的能力 以奖励他在天神里面 为他们效劳嘛 那不要 不是要一辈子都倒酒 你觉得还有人走吗 肯定是不能走了 那最后呢 他看到Ganymedes做得很好 也做了很多年 他就把它升级成为水瓶座 所以相传啊 水瓶座上面的Ganymedes 他拿的那个瓶子呢 它里面的酒呢 是倒不完的 永久都倒不完的 有生有事都要为天神倒酒 所以里面是酒不是水 不是 里面不是酒 也不是水 是眼泪啊 因为他回不了去啊 都是他的眼泪 而这个啊 就是水瓶座的由来 那接下来关于水瓶座 还有一个有趣的东西 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如果你发觉你家的小孩 很顽皮 每次都把你气得半死 先别生气 或许要恭喜你 他呢 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电缆小孩 不是过洞海吗 可能是过洞海 可能是电缆小孩 什么是电缆小孩 说到这个电缆小孩呢 就要先说说 在2020年呢 会是一个全新的时代 一个叫做心灵觉醒的时代 也被称为水瓶座时代 而这个水瓶座时代呢 是会在2020-2050年这一段期间 那刚才提到的电缆小孩啊 据说是有更多富有灵性的灵魂 转世到地球上来 而且啊 00后的小孩 有更加强烈的灵性倾向 那这个词怎么来呢 据说啊 Indigo 是一种可以用来软色的植物 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呢 有一名 灵媒 她的名字叫做Nancy M 那她在出生的时候啊 就她在打坐感受的时候呢 发觉啊 有很多小孩在出生的时候 身边就围绕着一团 电缆色的灵光啊 她在医院看到 在家里就看到了 闭上眼睛 她就看到了 她是灵媒啊 神婆 对对对 俄罗斯的一些科学家 她就抱着怀疑的态度 在进行研究啊 那我们可以发觉 有一些卖水晶的店呢 它里面有一台机器 叫做能量摄像机 它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拍摄出 顾客身上带着什么能量 可能它的正能量或负能量 那真的是拍到 有一些人呢 身边有一团蓝色的光包围着的 那这些啊 就是电缆小孩啊 如果是青色 青色 那应该是 他见到鬼 吓刀 吓刀变成青色啊 那她说 这种蓝光呢 其实啊 就是神的旨意 还有海洋的智慧啊 她说 这一批电缆小孩 他是比较聪明的 可以举一反参 不过啊 也比较不喜欢被管啊 常常会做出一些 不按顺序的事情啊 比较有阻挡 啊对啊 比较有个性 那总的来说 这一批电缆小孩 就是所谓的新人类啊 它与旧人类的生命特征 是完全不同的 有一名叫做火星男孩 Poliskar 他就是电缆小孩的代表 那电缆小孩啊 有哪一些特征啊 据说 他们的智商比较高 记忆力也比较好 对一些复杂的问题啊 他们也比较容易明白啊 而且啊 他们会对周围的灵性的事物啊 比如大自然 会比较感兴趣的 但是呢 他们对一些常理需要 但是简单的东西呢 却感到很无聊 甚至拒绝去做 就像是排队 他们都不喜欢排队的 有好奇心 却又没有耐性 对啊 而且啊 他们对一些 没有得到解释的命令啊 他们都不会服从的 就是你要我这么做 没问题 你先告诉我原因啊 啊 都是有这种特性的 最重要的是 他们还会有一双 清澈 而且智慧的眼睛啊 那你们还不赶快 看一下 你家的小孩 会不会 就是电缆小孩呢 那这一期啊 我们说的水瓶座 还有电缆小孩 就盖单落了 下一个星座 就是什么 双鱼座 没错 就是我们的双鱼座 今天的节目也到这里啦 谢谢大家的支持 喜欢我们的话 可以给我们点个赞 并订阅我们 并且打开小铃铛啊 谢谢